針對首次使用HDMI連接螢幕出現黑框的狀況 我們現在做以下的一個狀況排除 那首先的話我們可以藉由我們螢幕上面的設定 來做一個調整的動作 我們按下螢幕上的Menu 然後我們選到了是顯示圖片進階的一個設定 按下Enter之後選到顯示模式 按下Enter裡面你可以看到有一個叫Overscan的選項 我們把它選擇開啟 那如果說在開啟之後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解決這個黑框的一個狀況的話 我們可以透過顯示卡的驅動程式來做一個調整 那我們現在先將這個原本機器Overscan的功能先做關閉 那基本上透過我們透過顯示卡的這個驅動程式來做改變的話 我們可以要進入到顯示卡的控制的介面的話 我們可以用以下兩個方式來進入 那一個的話是在桌面上按下右鍵 然後它通常就會有一個顯示卡的驅動程式的一個按鈕的部分 那如果這邊沒有看到的話 我們可以進到下面的螢幕解析度 進來之後有一個進階設定 然後通常在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得到顯示卡驅動程式的一個選項的介面 然後我們點選進來之後 這就是顯示卡驅動程式的介面 那我們可以選擇這個重新整理HDTV桌面大小 選到這個選項之後 然後我們進到這邊有一個叫做重新調整我的桌面大小 選擇這個選項 那就會進到這個設定的畫面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控制棒的部分來做一個畫面的調整 調整完畢之後我們就直接按下確定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說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的畫面就不會有黑框的畫面產生了 按下確定的畫面 認識卡驅動程式的配合 要用來互相看的 尺寸這裡 現在我們在下面あれ 我們在下面裏面 有很多幫助 我們來裏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然後按一下